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銀哥 今天呢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 關於鸚鵡學翅的一些概念 因為前陣子很多人養幼鳥 那在遇到燕乃奇啊 步入學翅階段的時候呢 由於是第一次養鳥都會覺得手忙腳亂 不知道要怎麼辦 在觀察這些問題當中 我發現有些人他對於 這些認知的方向是不對的 所以我想說我就透過拍影片的方式 告訴大家一些學翅的觀念 那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首先呢學翅階段對於一隻鳥的成長發育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時間 如果你在這個階段呢 沒有把營養方面或者是一些習慣養成好呢 對於他日後的一些行為啊 或者是健康方面都是會有影響的 好那我們先來講學吃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先知道他的天數 就是這隻鳥他的大小啊 天數啊可不可以學吃了 如果是那種以中型鳥來舉例啦 那種二三十天的你要讓他去學吃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我這邊呢講一下大概的天數 以小型鳥來講 大部分呢可以抓一個月 把三十天左右看看 就小鷹啊虎皮那種的 那中型鳥的和尚金太陽呢 這類的我們抓四十到五十天好了 中大型比如說灰陰折中呢 大概是兩個月到三個月可以看看啊 當然這些數據都只是提供參考 他不是一個絕對 有些可能會比較早 有些可能會更晚 那這個都是不一定的 總之你就看你那隻鳥 他如果有想要開始玩東西之類的 不會只是追奶喔 你就可以試著放一盆飼料進去給他了 好那再來呢是補奶參數的部分 補奶參數的話大概分成三種 大概就是早晚各一餐 三餐店減半 然後補稅錢奶這三種 如果說你市主比較忙的話 可能要上班啊等等 那就是早晚各一餐這樣子 那我們比較建議的 包括我比較常用的 就是三餐量減半 就是我們一樣照樣補三餐 只是那三餐的奶量就減少 然後讓他的宿囊 有一些空間可以去吃吃藥 因為你如果把他餵得非常飽的話 他可能不會有那個食慾等等 他就不會想要吃東西 那這種方法呢 我們試起來是最穩定的 就是那個鳥的體重是比較不會掉的 那最後一個只補睡前奶 一般是用在如果你的鳥 濕的狀況已經比較穩定了 那你可以把前面那幾餐或那一餐拿掉 那就剩睡前奶 好那我們前面講完那個補奶參數的部分 我們現在要講環境 環境我覺得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他就是可以決定那隻幼鳥的學吃效率 因為有些人他們很喜歡把環境 就布置一堆玩具啊一些東西 那會分散掉鳥的注意力 那這當然就會影響到他的學吃速度 然後再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神器 就是煙灰缸 你們沒有聽錯 沒錯就是煙灰缸 非常的好用 你可以用煙灰缸來裝食物 放在籠子底部 因為這個階段的鳥呢 他的攀爬能力啊 還有抓握能力 腳的力氣還不夠 他們要沾沾棍是有難度的 所以說你如果飼料掉太高 他們要吃到相對是比較不容易的 那學吃階段就是盡量讓他容易取得食物 那玩沒有關係 學吃本身就浪費 他們本身就是透過玩開始的 我知道像客家人那麼節儉的我們呢 肯定是會覺得非常的心疼 因為飼料要錢嘛 但是呢這個是必要的浪費 他們真的透過遊戲啊 娛樂之類的開始 他會玩 代表他對那個東西有興趣 那玩飼料的部分呢 你等他會吃之後 再慢慢去改善這個問題就好了 那煙灰缸這個東西 他本身就夠重嘛 一般煙灰缸都是有重量 那鳥也不容易把他翻倒啊之類的 然後你環境的話 你要放沾棍給他也是可以 但是沾棍也不用放太高 你放低一點 讓他可以練習沾就好 那籠子裡面的布置盡量簡單就好 你就把那個環境想像成一個書房 求學階段的小孩在讀書 他的書房裡面如果有一些手機電腦 3C產品 這一定會影響到他的學習效率的 我是有聽說過這種說法耶 裡面就是越簡單越好 盡量就是他讀書需要用的東西就好 其他東西不要放 如果你真的是學習階段的小孩 在看這個影片不要打貨 然後再來有些人他會問說 那要怎麼讓鸚鵡在這個階段適應鮮食啊 蔬菜水果之類的 這個階段去適應這種東西是最好的 因為這個階段比較不會挑 他看到什麼都可能會玩笑玩一下 但是呢因為這種圓形食物 他比較容易變質 在空氣中太久可能會氧化啊 變質啊腐敗啊之類的 所以呢你要注意時間 通常這種東西不建議放太久 不要放一整天 一到兩個小時把它收掉 你如果真的要讓他專心練習吃這樣東西 你可以先放一到兩個小時收掉 然後收掉之後再把飼料放進去給他 有些人會問我說 那我要早上給飼料還是中午給飼料 還是晚上給飼料 其實早中晚是補奶的部分才會這樣分 如果說飼料固體食物的話呢 我是建議你讓他可以 跟飼料相處的時間越久是越好 那有些人會建議就是24小時提供 讓他隨時都有得吃 那有些人會建議說 白天提供晚上收掉 那這個是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覺得消化系統需要休息 另一種是說 鳥是多食性動物半夜也會吃 但是呢 籠子裡面飼料必須要是新鮮的 那關於飼料的部分呢 其實飼料的硬度啊之類的 這也是決定他們飼料的速度 關鍵之一 如果是給飼料飼料 原生飼料飼料硬度 本來就會比較硬 那這種呢 飼料的速度相對會比較慢一點 然後如果你有泡水呢 他會比較軟 那比較好咬 飼料的速度相對也會比較快 但是你如果說是泡水的話 他有一個缺點 他會比較容易變質 好 那如果呢 你有一隻學吃階段的鳥 你想要有一款 軟意適中又營養豐富的飼料 你可以參考這個東西 你們鳥寶吃的飼料是 還是 琳琅滿目的飼料 讓你無從下手 現在你有更便捷的選擇 來自天然穀物 嚴選新鮮蔬果 專業烘焙壓縮 營養均衡不流失 全面照顧家中寶貝 選擇好料掌握關鍵 今天五蔬果健康跟著我 五蔬果飼料 您的這一家選擇 好那再來是互動的部分 我前面有講嘛 學吃階段籠子裡面 不要掉太多 會轉移他注意力的東西 那相對的 你也不要一直把它抓出來玩 因為你一直抓出來玩 他沒有時間練習吃的話呢 他就沒有辦法會吃 任何東西都是一樣的嘛 你練習的時間太少 那他當然就沒有辦法 掌握這門技術 那很多新手呢 他們就是犯了這個錯誤 學吃階段 老師不斷的抓出來玩 然後玩一玩之後呢 才會問說 啊他怎麼看起來還是不會吃 啊你整天把他抓出來玩 不給他時間練習吃 他要怎麼會吃 對不對 這不是很矛盾嗎 你當然就是要讓他 專線在裡面練習吃嘛 那也不要一直去叫他 欸爸爸在這裡啊 那你這樣就轉移到他的注意力 你看我叫他 他已經在看我了 那他顧著看你就飽了嘛 他就不用學吃了嘛 那這時候可能就會有人問說 學吃階段是不是 就完全不能跟他互動 他會不會因為這樣就跟我不行了 欸其實搞錯了 不是不能互動 是不要整天跟他互動 整天跟他玩 你可以在補奶前 抓出來 稍微跟他玩一下 培養一下感情 是OK的 然後呢 記住你跟他互動的時候 囊裡面不能有奶 素囊裡面有奶 你讓他飛啊 劇烈運動啊 翻來翻去啊 那可能就吐了 不要在他的囊裡面 有流汁食物的時候跟他玩 固體食物都有可能吐了 何況是流汁食物 好那我們最後要來講 怎麼看他會不會吃 這相信是很多新手心中存在的疑問 在新手時期的我也被這個問題困擾著 首先呢你要先觀察那個容器 飼料碗啊 煙灰缸裡面的飼料 有沒有被咬過 凍過的痕跡 第二個你可以試著去摸他的素囊看看 因為一般喝奶之後 他的素囊會是軟軟的 就是感覺裡面就是有奶嘛 那如果說他有吃固體食物的話 你摸的話也會有那種類似顆粒感的感覺 如果說你不會摸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看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檢查他的糞便 如果他糞便大概都是水狀的那種呢 代表說他比較沒有吃 那如果說他大便有成型的話 那稍微比較多水沒有關係 因為他如果有在喝奶 或喝水喝比較多的話 那糞便裡面包含比較多水分 是理所當然的 再來補充一點啊 這個我不知道會不會每個人都犯這個錯誤 但是我真的看過蠻扯的 就是有新手籠子裡面就沒有給他放水 單純放飼料 好險那時候我有看到 那隻鳥已經咳到快要死掉了 那我趕快叫他補奶 然後放水給他 那隻鳥就開始拼命喝 所以記得也要放水源給他們 好不好 好然後再來最後一個 如果這個判斷標準有過關 代表說恭喜你的鳥已經會吃了 你可以觀察他吃的狀況 如果前面吃的狀況都還蠻穩定的 你可以試著減少補奶的參數 減少之後體重會掉是正常 不用擔心 那如果說他掉到這個數字之後 就不會再掉了 代表說這個階段已經穩定了 那如果說等到你把最後的睡前奶都拿掉之後 他的體重都在這個數字上穩定 不會再繼續掉 那恭喜老爺賀喜夫人 你的鳥已經會吃了 當然之後體重可能會上升 那這都是好的跡象 你也可以試著去摸他的胸肌 如果胸肌是有肉飽滿 代表說他這個狀況是穩定的 好那以上呢 大概就是一些學吃部分的經驗分享 那這是我們試過的一些方式 如果說你有其他也不錯的方式 歡迎在底下留言區跟大家分享 我們也可以交流互相一起進步 好那我們就先拍到這邊 掰掰 有這樣的一個示範 最後一個示範 也是我們去看 有一個在一起 我們來看 看你們在一起 走就坐在一起 我們來看 有一個示範 好 穩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